原来樱桃和前国角李金宇的恋情 在今年8月的时候被曝光了 虽然两个人至今都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就也没有承认过 但是这个桃李恋听上去蛮好听的 一直在甜蜜而稳定地发展上 是的 近日就有记者拍到了 李金宇带着樱桃的父母一起出晚饭 看来又一段文体恋可能要好事将近 当晚李金宇和樱桃驱车 一起来到了一家餐厅 素颜的樱桃扎着发迹 穿着一身黑衣 看起来相当低调不实 与两人同行的还有李金宇的父母 四人一起走进餐厅就餐 边吃边聊 气氛非常愉快 两个多小时之后 四人一起走出了餐厅 樱桃快步走到车前 主动为李金宇的父母打开车门 俨然像是一个贤惠的儿媳妇 其实在今年5月 樱桃曾经和演员李光杰 因为合作话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假戏真作 只不过这段感情持续了不到三个月 两人便闪电分手 随后樱桃的名字片和李金宇 联系在了一起 这闪恋闪分再到闪恋的速度 让当时已经成为前任的李光杰 也有点招架不住了 作为昔日驰骋甲A中超的国足前锋 李金宇2011年退役 开始从事教练工作 如今樱桃和李金宇好事将近 小编忠心希望 这次两人可以联手 打破文体恋短命的魔咒了 娱乐星天地综合报道